梁乾 大家好 我是王亦祥 我這次參加的工作坊是 hygroscopic aggregate structure hygroscopic 已經是吸湿 吸收湿氣 水汽 bonito aggregate 它就是粒子 就是一粒一粒的粒子 簡單講就是 bisog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稀釋粒子去搭成一個建築的一個結構 左邊這張圖片的地板上就是我們要使用的這個稀釋的粒子 那這個粒子它其實是在平常乾燥的時候 它會呈現的是一個捲曲的一個狀態 那當它吸收水汽之後它會慢慢呈現樹脂的狀態 那我們搭建的方式並不是用徒手去搭建 我們是用機器人的方式 那左邊的話就是我們所使用的 我們在一個骨艙裡面的一個四方去設置電纜 然後去控制一個電纜機器人來做搭建 那右邊的話是另外一個方式是採用無人機的方式 去做空中的這個粒子的投放 那一開始的話因為它這個WordShot 它其實是一個團體的產出的一個結果 所以一開始我們其實是量量分成一組 然後去做比較小尺度的一個模型的一個研究 然後快速的理解說這個材質它的一個特性是什麼 然後這樣的研究開始 我們就去探討它比如說它在乾燥的時候去搭建模型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它潮濕的時候因為它變成是樹脂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些不同角度上的一個搭建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有的一個組員它其實就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就是在不同的一個角度搭建之後 它的一個粒子間的間接力的一個效果 那在完成小組的一個分析之後 我們就進入到一個比較大的團體的一個協作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去做一個比較大尺度一點的一個模型的探討 那我們採用的方式是用潮濕的粒子去做搭建 因為這樣它在完成乾燥之後 它其實會有一個造型上的一個變化 然後這時候其實就會在這個模型搭建過程中去做一些不同的疏密度的一個擺放的一個研究 然後還有不同的一個潮濕的程度的一個去實驗它 然後以及甚至是在最後它完全乾燥之後 然後我們在下方再去做潮濕 然後讓它產生一些粒子再收縮之後 產生造型上的一個變化 那完成了剛剛比較在算是中尺度的一個模型之後 我們最後就要進入到是用採用機器人去做投放的一個階段 那這時候的話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電纜機器人它的一個投放的路徑 就是它其實放完粒子之後它要再回到原點 再供給它的粒子再去做進一步的這個放置 那這是我們的電纜機器人 就是從四方的纜繩去控制它 那我們採用的粒子是用潮濕的粒子去做放置 因為它的這個時候我們的機器人它其實是可以一次攫取比較穩定的一個數量 那這個是我們投放的一個軌跡 那因為是用電纜機器人它其實有一個投放角度上的一個控制 所以我們採用的方式就是第一次的時候是垂直的放置 那第二次的時候其實是轉90度 之後再做第二個層次第二個Layer的一個放置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的這個Layer的一個模擬圖 然後最後的話預計是要產出這個右下角這樣子的一個模型的概念 就是從左邊是比較要梳的 然後到右邊是比較密的一個然後比較多層次的一個這個例子 最後這是我們的這個模型搭建後最後的一個成果 那主要的話就是從潮濕然後之後慢慢的乾燥之後產生它造型上的變化 那這個工作坊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來自德國的這個司徒加特的這個ICD團隊 它的一個研究成果的一個分享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們在短短 因為他們在做這個研究其實行之有年 所以短短七天內其實你很難在這個技術上再有更多的突破 那對我們來說的話比較像是理解這樣子的一個材質這樣的一個技術 然後去在這個七天的過程當中去加以實踐它 那以上是我的簡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